早的大家有没有来参加这场101年元旦的升旗典礼 但是如果有的话一定会感觉真的好冷好冷 不过呢虽然冷气团发威 还是有不少民众不畏低温 一大早就到府前的广场来参加升旗典礼 有大学生是直接赤裸着上半身 当起了18同人 还有民众呢就穿着自制的贴身国旗装 看起来就像是个蜘蛛人一样 元旦升旗典礼宪兵升国旗 民众灰国旗但就属他最有创意 把国旗穿在身上 就连卢山珍面目都包得密不通风 一线身不少民众抢着和他合照 其实冷气团来袭也交不起年轻人热情 有妹妹只穿一片国旗配上短裙抄袭巾 男同学苏郎姆苏丁脱掉上衣当起18同人 只是不管怎么搞怪 主题都是展现爱国精神的国旗 因为要支持中豪民国 你们干什么 这名热情的老伯穿着竞选背心 要大家支持马无配 不过手持看板可是不能进场 被维安人员挡在场外 让他火气好大 不让蓝军专美于全 这群小英男孩女孩 佐拿青天白日满地红 又持蔡英文台湾Next 强调爱国不分蓝绿 我们喜欢这个台湾 喜欢这个国旗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不会去 不分任何立场 元旦升旗典礼 不仅民众大展创意 也让蓝绿撇开选举 共同爱台湾 三地新闻众后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